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五百三十三集 盯着你 白夜术士说道 有啊 天人之争已经结束了 他旋即看了眼幽深的弟弟 见五师姐没有上来 连忙拉下机关缓缓的关闭石门 观星楼的弟弟有坚政亲手布置的阵法 钟师姐在里头可以屏蔽厄运 但是结束终究是要渡的 除非想一辈子待在地底 天人之争结束了 杨千怀有些惋惜的点头 楚元枕战力极为强悍 李妙真 我虽没见过 但想来也不是弱手 没能见到两人交手 实在遗憾 他后脑勺动了动问道 谁赢了 身为四匹术士 天之骄子 他对天人之争的胜负颇为关心 这位九品师弟说道 两人都没赢 平手 这个结果让杨千怀感到意外 不 赢的人是许公子 他一人独斗道门 天人两宗的杰出弟子 于众目睽睽之下打败两人 风头一时无两 一人独斗道门杰出弟子 于众目睽睽之下打败两人 杨千怀呼吸一致 凭借多年人前险胜的经验 他能体会到其中悬而又悬的妙处 深吸一口气 杨千怀用低沉的略带颤抖的嗓音说道 你 你把事情经过 仔细与我说说 我也是道听途说 当时没有在现场观战 年轻的医者说道 天人之争的地点 是在京郊的渭水 据说当时许公子 踏着小舟而来 还伴随着铿腔悦耳的琴音 脑海里有画面了 杨千怀闭着眼 想象着两岸人潮涌动 天人之争的两位主角 紧张对峙中 突然 穿金烈石的琴音响起 众人大吃一惊 纷纷指着船头 傲力的人影说道 呀 是四天剑的杨公子 据说许公子还念诵了一首诗呢 年轻的医者击掌 杨千怀眼中金光一闪 呼吸变得粗重 后脑勺浊浊地盯着他 语气有些急促地追问 什么诗 快说 快说 年轻医者做出回忆状 横刀踏舟立位和 不畏仇仇不畏恩 万战自称不提刃 生来双眼灭群雄 忍看小儿成心贵 怒伤擂台再出手 一刀劈开生死路 两手压伏天与人 相比起许公子以前的诗 这首诗的水平只能说一般 他刚这么想 突然听到了粗重的呼吸一声 年轻的医者盯着 杨千怀的后脑勺 杨师兄 好诗 好诗啊 这首诗的精彩程度 不比他当日堵住五门 念出的半绝诗唱 是许宁彦做过的诗里 可以排前三的佳作呀 杨千怀难难道 不至于不至于 九品一者摆摆手 外头都说 这首诗很一般 杨千怀痴笑 那一群乌合之众懂个屁呀 诗不能单看表面 要结合当时的处境来品味 你想 满京城都在关注天人之争 关注楚元枕和李妙珍 可还有人在意 曾经在斗法中一鸣惊人的许其安 没有了吧 所以 就是在这个时候 才要念出 忍看小儿成新贵 怒上擂台再出手 九品一者想了想 觉得很有道理 果然有些热血沸腾 杨千怀掣地有声 虽然许宁艳只是六品舞者 品级远不如楚元枕和李妙珍 正因如此 那句一刀劈开生死路 两手压伏天与人 才显得格外的气势磅礴 充分体现出 诗人不畏强敌的胆破 以及迎难而上的精神 妙啊 白衣术是鸡掌 杨师兄博学多才 师弟佩服 杨千怀态惜了一声 唉 真正厉害的是许宁艳 她总能让自己成为旁观者的焦点 博取名声和声望 这一点 我是不如她的 寄生安 何生患 自打认识许清安 杨千怀心里时常有此类的感慨 许清安总是有这样的机会 而我 缺的就是机会 杨师兄 其实这次天人之争 陛下有派人来请你 想让你出关阻止两人 但坚证老师 以你被镇压在地底为由 拒绝了陛下 啊 杨千怀宛如实话 扮上后 他仿佛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几乎无法站稳 依着墙缓缓滑倒 双膝跪在地上 师弟 此 此言当真 他一颤抖的声音质问 自然是真 岂会骗师兄您 九品医者说道 然后 他看见杨千怀不停地抓脑袋 不停地抓脑袋 杨千怀哀鸣一声 一字一句地说道 监 监正老 使用我 次日 许清安从教方司回府 顺道接了钟离回家 静止返回卧室观想 平复原神最后的疲惫 这时候 披头散发的钟离走到床边 伸出小手 摇了摇他的肩膀 轻声说道 杨师兄来了 杨千怀来找我做审 许清安睁开眼 带着困惑的汗手 嗯 我知道了 他旋即出门 在后院的石桌边 看见副手而立的杨千怀 小豆丁好奇地盯着杨千怀的背影 趁他不注意 突然跑到他前面去 只见光芒一闪 他返回了原位 小豆丁不泄气 胡思丹丹地盯着杨千怀的背影 石而绕左边 石而绕右边 石而一个划铲 从他胯下突破 但每次都会被传送回原位 不管小豆丁怎么办 他都无法看到杨千怀的正脸 大郎 这是你朋友吧 沈沈小步靠拢过来 碎碎念叨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进的府 就一直站在那 一动不动 好奇怪一个人啊 这是思天剑的杨师兄 许清安解释完 朝着杨千怀的背影喊道 杨师兄 你来寻我有何贵干 盯着你 杨千怀淡淡地回应 盯着我 你屡次抢我风头 夺我机缘 以后我要时刻盯着你 一有类似的机缘 就从你手上夺回来 有朝一日 定叫坚政老师知道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沈沈立刻看下许清安撇撇嘴 难怪你们是朋友呢 沈沈女神似的呵呵 大郎这个倒霉侄儿 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 随你吧 许清安耸耸肩 然后看见门房老张 进了内院扬声说道 大郎 您有几位好友拜访 随着老张来到外厅 看见金莲道长 六号横远 四号处冤枕 坐在厅里喝茶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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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ых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